巨型貨輪擱淺在南臺灣海岸線 船員全員平安 但現在擔心重油污染 沿著海岸線 工作人員已經拉出了燃油鎖 周邊跟運來 洗油棉急油設備警戒待命 因為船上還有209噸的重油 要求廠商來進行燃油鎖的布設 那從今天開始來進行抽油 開米颱風接連讓八艘巨型貨輪卡在寒線 郭靈明船身後方是遼闊大海 意外吸引許多民眾到此抽勝 看同事來打卡 然後我就來打卡 真的超像廢墟的 但是拍起來滿漂亮的 很少看到那麼大的船在岸邊這樣 特地過來拍照 對 因為我覺得滿酷的 拍下貨輪擱淺 形容成南臺灣的現實景點 遊客覺得是奇景 但當地民眾可不這麼認為 目前南臺灣已經有八艘貨輪擱淺 台南三艘 蘇菲亞多芬 凱塔 其中蘇菲亞號困在黃金海岸 距岸邊零點一離處 高雄兩艘其中紅盛八八號 船上中國籍八名船員 都已經先行安置 屏東同樣擱淺三艘伊利安納號 總噸位超過七千噸 是一艘水泥專用船 擱淺貨輪 船身玩好 不過南高平寒線還是提高警戒 第一時間啟動應變 天災過後 緊跟著防範 重油污染 設定新聞南部綜合報導